俗哥说电影报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星球崛起的第三部终极之战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在15年前因为某个科学实验出了事物 导致高智慧猿猴物种的崛起 这期间由于猿猴流感延伸出的病毒 差点摧毁了整个人类 为了生存和抢地盘 人类跟猿族打的是不可看交 可由于这猿猴身强力壮聪明灵力 人类一直没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被凯撒领导的猿族部队一次次的击溃 人类便向北方军事基地的美国陆军 发出了紧急求救 特种部队的上校光断书 带着手下去丛林里追捕凯撒 打算利用先进的武器和游击战 让猿猴们全都领活完 可这帮吃瓜的美国大兵 也不用脑子想想 你到人家的地盘撒也能有好下场吗 特种部队在这场小规模的战斗中 是高开低走 很快就被猿猴们虐成了狗 大眼哥说上校上校大事不妙了 我们中了这帮猴子的圈套 很多战友都交了饭票 我已经彻底被吓尿了 上校说老弟烧完乌燥 现在听我的命 马上过去跟他们玩命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 你要是挂了 我负责伺候你的妈 两人正聊得没开眼笑的时候 猿猴们就杀到 战斗结束之后 凯撒亲切会见了大眼哥和其他的三位夫妇 凯撒说本来这场战争 就是我的把兄弟高八引发的 我已经把他给杀了 只要你们人类不臭来劲 我是不会主意挑事 叛徒大长脸说 这上校光弹术可是个变态杀人狂啊 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嘛 大块头说大哥 这三个王八蛋怎么办啊 凯撒经过深思熟虑 最后决定把大眼哥等人给放回去 凯撒说回去替我给你们的上校带着好 渊渊相报何时了 有些事我看还是拉他们倒 只要让我们安全的穿越这片丛林 战争就不会再发生 大眼哥等人这边前脚刚走 凯撒的大儿子风尘仆仆的回来了 大儿子说我发现了新大陆 咱们可以迁移到那儿去居住 到了后半夜圆猴闷正睡觉的时候 特种部队的大兵卫又杀到 在这场偷袭中啊 凯撒的老婆和大儿子不幸撞雷牺牲了 中年丧妻凯撒当时就懵逼了 第二天的一早 凯撒让族群的前往新家园 他则带着自己的三个好兄弟 老司机冷头情和大块头 去找上校报仇 转场之后 这四位刚来到一个废弃的营地啊 就遭遇到了正在失柴火的龙套叔 这龙套就是龙套 这哥们刚准备掏枪啊 就被凯撒也干掉 随后这四个猴子端着枪啊 悄悄的就进了屋 发现龙套叔的闺女小萝莉啊 正躺在床上瑟瑟啪抖 老司机通过跟小萝莉的交流发现呢 这小丫头骗子因为有病啊 不会说话 老司机说这小萝莉 可是在那影片中唯一的女演员呢 虽然不会说话 咱也不能把她留下啊 随后四个猴子带着小萝莉啊 前往上校的秘密基地 到了傍晚 他们终于摸到了上校的一个临时塑用地 并且找到了已经叛变的老混蛋 老混蛋一看凯撒来者不善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原来上校啊 正是通过老混蛋提供的信息 才发动了那次导致凯撒老婆儿子嗝屁的袭击 凯撒说 我老婆儿子因为你的叛变呢 都见了上帝了 你阿姨得跟着去 第二天的一早 凯撒等猴啊 带着小萝莉 尾随着上校的部队啊 一直从南方的阳光明媚 追到了北方的冰天雪地 当凯撒他们几个正站在铁架上 向远方眺望的时候 豆鼻猴把他们的枪给偷走了 四个硬汉一看那能干吗 骑着马在后边撅着令狂追啊 这一路啊 把豆鼻猴追的是屁股尿流啊 豆鼻猴说 大哥千万别开枪啊 我是自己猴啊 愣头青说 这孙子我同来没见过 根本不是咱族群的猴 通过豆鼻猴的自我介绍啊 凯撒了解到 原来这豆鼻猴啊 是从内华达的动物园里跑出来 豆鼻猴说很久以前呢 人类得了病了 而猿猴呢 则变得越来越聪明 因此人类开始屠杀猴猴 我一看大师不好就撒子跑了 转过天 哎呀 不愧是大城市来的猴子 穿得人母狗样的还挺时尚的 由于豆鼻猴比较了解上校的情况 因此在他的带领下啊 一帮猴子带着小萝莉 向上校的老巢杀了过去 转场之后 凯撒带着大块头等猴啊 来到了上校的租营地 当他俩正拿着望远镜偷看的时候啊 被士兵们没发现 这大块头为了救凯撒啊 非常地冲动 也不听大伙的劝 拿着枪就开始蛮干了 这俗话说脑子一热就容易闯祸 时间不大凯撒就被上校也活着了 这个时候凯撒才得知啊 他的族群在前往新家园的时候 遭到了上校的积极 目前所有的猴猴 包括他的小儿子 都成了上校的劳工了 第二天那一早 上校开始简约不对了 这帮士兵斗志昂扬啊 喊口号的尽头 比搞传销的还疯狂 转场之后 上校命人把猴猴们呢 赶到了工地 开始气味强了 看着自己的臣民 遭这么大的罪 凯撒的心都碎 作为一名领袖啊 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绝不能袖手旁观 凯撒是一虎百应啊 群猴们都显得非常的激动 上校一看 这孙子竟敢带头捣乱 那能干吗 说你呀 再不让他们开工啊 我就一枪把劲给崩了 凯撒的大儿媳妇 一看老公公要领盒饭 急忙抱起一块大石头说 我们干我们干 到了晚上 上校命令叛徒大长脸呢 把凯撒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上校说 你要是再带头闹事 我就杀猴敬猴 一个都不留 凯撒说 猿猴们需要吃饭的 不吃饭哪有力气干的 上校说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要求 凯撒说 北方的士兵呢 已经开始往这边来了 我知道他们不是来 跟你并肩作战的 由于你的残忍和滥杀无辜 他们是来让你领盒饭的 你呀就是一暴君 没有丝毫的侧言之心 上校说 我残暴 你来这的目的 你不也是为了把我给干掉吗 凯撒说 当初是我放了你的手下 你却跟江仇报 让我老婆孩子都交了饭票 我虽然是禽兽 但你比禽兽还禽兽 上校说 十个月前呢 我派了一支侦察队 去搜索你的基地 我的独生儿子 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他们后来不幸 染上了一种变异的病毒 有的挂了 有的不会说话 如果这样持续下去 整个人类就得全部梗屁 为了阻止病毒的泛滥呢 我首先做出了表率 亲手让自己的儿子 领了好看 然后我让我的士兵 把他们所有感染的 亲戚朋友都给毙了 可这帮孙子却不愿意 你说可气不可气 不仅如此 他们还打算联合 我的顶头上司 跟我对着干 你说扯单不扯单 这一仗如果我们挂了 那今后这个星球 就是你们猿猴的天下 我气这道围墙 就是为了抵御 北方军的侵犯 你们这帮猴子 给我好好干的 不然全让你们领好看 转场之后 老司机等猴 意外的发现了 一个秘密通道 然后影片的调性 突然一转 一场消声刻的救赎 正式上演 这中间啰里巴塑的 细节我就不废话 总之在凯撒和老司机 等猴的理应外合之下 群猴们很有秩序的 逃了出去 影片的最后 北方军杀到了 双方打的是鸡腿狗跳 上校也因为感染了病毒 交了翻票 而一场意外的雪崩 更是来的莫名其妙 导致刚刚胜利的 北方军全提死悄悄 正所谓猴猴会上述 雪崩也拦不住 纵观这部绿色环保的影片 结构松彩 除了凯撒 其他人物 基本没什么存在感 而且有些情节设置的 看上去很有寓意 但理解起来真的很费力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凯撒这次太文艺 表现非常不给力 大战不但没有剑 最后还得靠上帝